曲子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我来读 无悔离了人生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既寻不着便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 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 怀你胎的和如养你的有福了 耶稣说 是却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这是神的话 各位平安 今天非常感谢主 主在我们当中做很重要的事情 主也要给我们很重要的话语 特别今天我选择这段经文 非常有意思 到底这个乌鬼的事情呢 跟我们今天我们要受洗的弟兄姐妹 跟现在来见证他们的受洗有什么关系 各位可能在圣经里面 最难明白的信息 就是人的眼睛看不到的信息 或者我们说属灵的信息 属灵的信息呢 眼睛看不见 所以很难用人的科学 或者有一些的理论来分析解释 但是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是在这个现象世界 所发生的事情呢 全部都是那个看不见的事情造成的 各位这是好像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 对不对 可能圣经最难理解的信息 就是这方面的信息 各位有没有想过 每当我们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一直想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谁造成的 什么因素 是环境造成的吗 人造成的吗 各位当你生病的时候呢 或者你身上有很严重的疾病 你一直要找出那个病根在哪里 所以拍片子很多的地方看 自己哪里有病 我们一直在寻找那个问题在哪里 我们要用我们的肉眼能够看见 当一个意外发生的时候 我们说谁干的 谁造成这件事情 我刚刚从天津回来 所以不是天津 中国回来 中国回来的时候呢 我很多地方还没有调整过来 每天就是睡四五个小时 所以今天 我再次面对各位的时候呢 我心里面 真的很多的话要跟各位说 那不久 你们都知道牧师到了中国了 那到之前呢 在这个天津这个地方 有一个大爆炸了 那这个爆炸一发生的时候呢 很严重 这24吨的炸药就是爆了 就是爆的时候呢 其实就四公米以内 每一个人能够感觉到那个震动了 然后据说报道是 一百多个人伤亡了 然后七百个人 七百多个人受伤了 然后那个救护车九辆 要去灭火的时候 很多是年轻的那些大火员 他们就喷水的时候啊 就是不知道原来 不知道那个水 喷到那个火上再爆炸 所以九辆救护车里面 八辆的人员全部伤亡 所以全军覆没了 各位这很恐怖的事情啊 所以有这样恐怖的事情来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很慌了 很多人要找到理由 这是为什么发生 这为什么有这个意外 是意外吗 环境造成的 是不是人带来的 是不是有一些犯罪分子 是不是很多很多的 我们都要找 我们要找到那个起因 我们要找到那个原因 然后呢 没有找到的时候 人心里面不能释怀 我要知道为什么 各位但是在这个里面呢 人要找的是眼睛看得见的 有背后看不见的那个因素 是好像人没有去想那个东西了 各位 比如说我们再讲几个例子 有一些我们常说的 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类 人很奇妙 人的生命是很奇妙的 人是想知道的东西是无限的 所以人最想知道的是 这个世界是怎样来的 宇宙是怎么造成的 所以人是一直想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科学家寻找的就是 这个人 人一定要知道 它的origine and the destiny 它的开始末了 所以研究的结果呢 这是一定有一个因素 看得见的因素 宇宙大爆炸来的 所以我们的课本都是讲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爆炸里面 然后人 人是怎样的 从某一些的动物 有这样进化过来 所以人在要解释的时候呢 要解释一个 然后有一个学问 要解释人最有疑惑的那个难题的时候 最终还是选择了眼睛看得见的东西 各位看 我们人生百胎 我们人很多的苦难 很多的犯错 犯罪 各位看这个地上 有吸毒的 有犯奸淫的 有赌博的 有杀人的 放火的 有这样的罪恶 就是充满的时候 这些罪行是我们都可以看得见 在报纸天天看得到的 这个是人眼睛看得见的 然后呢我们在研究 为什么这个人干这个事情 为什么这个人干这个事情 那我们在想的时候呢 一定是心里面 你有痛恨人 所以你杀人 你犯罪有犯罪动机嘛 一定是你心里面贪心 所以你偷人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是人还能解释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犯罪动机 心 这个心理学 这都是能够看到 但是呢各位在想 有一天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问 好你说那人干了这件事情 然后是他心里面带来的 但是请问谁给他这个意念 谁给他这个 那个意念是人一天里面 有科学家说人有1000万个精神细胞 这个neuron精神细胞 然后一天里面有7万个 你精神会发动的那个地方 connection 人想了很多东西 好像我现在在跟各位讲到的时候 每秒钟我起码一两个意念进来 一两个意念我才能讲的对不对 但是那个意念 现在怎么来 然后人的心怎么连接 跟那个意念结合 最后他做出有一些举动呢 这是我不能了解的东西 为什么有些人只是讨厌人 但是有些人会到一个杀人的地步 为什么有些人只是贪心占人便宜 为什么有些人会到 偷窃打抢的地步 我不能解释这个东西 这个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原因 这个背后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 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 那个人是这样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解释的 人的科学 心理学 社会学 什么学都好 解释的东西 还是以人看得见的来解释 然后从这个地方要得到一个答案 然后要解决这个人的问题 人的出发点还是在这个地步 各位要想深一点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今天我们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 我们一般人不太能了解的事情 他讲 我们一起看那个经文好不好 他讲了有一个 他把一个灵界 灵界打开了 灵界跟人的心灵的事情 结合在一起来讲了 我以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我读了好多年都不明白 什么意思啊 今天我要讲这段信息了 他说 乌鬼在人的身上的事情 人的身上 人的心灵的事情 乌鬼入了人的身上 这是什么事啊 乌鬼在哪里 我们一讲到鬼的时候呢 我们马上有一个想法 这个电影片看到没有头的 舌头很长的 他什么 我们每次 我们华人不喜欢鬼这个字了 我们梦见 我们讲梦到鬼 可能有时候 有些人讲梦到鬼 是梦到他的另一半 真的讨厌他 就是梦到鬼 今天那个死鬼 什么鬼都有 但是呢 现在圣经讲的鬼 是什么鬼 那个鬼呢 其实 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不是人的惧怕里面 然后从这个肉身 有看到的那种样子 人的图画画出来 不是Hollywood里面 你看戏出来的东西 圣经讲 乌鬼入了人生的事情 然后在他里面 做破坏的工作的事 这个是很属灵的 到底鬼在哪里 所以呢各位 把你先入为主的东西 全部除掉 现在来认识 其实鬼是一个灵体 灵的东西 就是说你的肉眼看不见 你的心也感觉不到 你也感觉不到 但是他已经做工了 当你能够感觉到的时候 是他已经做工到一个地步了 所以你才有惧怕 才有忧虑 才有贪心 才有痛恨 苦毒 他已经做工到一个地步了 你才会感觉到 然后在你做出来的时候 那个已经是乌鬼的 整个的工作在一个人的身上 已经填满了 所以才会做出来 各位 乌鬼我们从圣经来理解 鬼是什么 圣经今天讲四方面 我给各位明白 四方面的东西 第一我们从他的名字先认识 也就是说乌鬼入了人生 他的名字叫乌鬼 英文叫unclean spirit unclean 为什么耶稣叫他污 污秽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叫污秽 污秽就是没有干净的时候叫污秽 对不对 干净的相反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擦干净了 干净了 但是呢 那这个干净的标准是什么 各位有没有问 干净的标准是什么 干净就是 干净的标准就是神的圣洁了 神是最干净的 神是最圣洁的 最公义的 所以呢 跟神的圣洁相反的 在跟神的圣洁 没有神 完全没有神的圣洁了 以神的圣洁为标准 现在呢 肮脏涂抹在上面了 就是这个叫污秽了 各位了解吗 好像 再给各位一个意思 各位会明白 什么叫做黑暗 上帝起初照光 让这个世界有光就有光 所以上帝从来没有照黑暗 但是呢 这个光没有了 光除掉的时候就是黑暗了 各位了解吗 所以呢 现在什么叫污鬼 The unclean spirit 这个肮脏的 跟上帝的圣洁没有关系的 完全没有关系 敌对神的圣洁的 这个叫肮脏的鬼 这个叫污鬼 所以上帝给鬼这个名字了 不圣洁 所以呢 他的肮脏是什么呢 各位 他的肮脏是 其实就是敌对神了 就是敌对神 敌对神呢 这个就叫做罪了 罪了 因为一切是从神来的 你能够孝敬你的父母 你能够爱人 这些都是从神来的 所以敌对这个的 所以叫人 所以一切的罪 杀人放火 监狱 却全部的罪 其实不但是犯这个罪 来得罪人 不但是对不起人 乃是跟上帝的属性 圣洁的属性 为一个相反 相反的那个性情 相反的那个位格 就叫做这个鬼了 各位了解吗 他就是他了 所以呢他把这个东西 带到人的生命里 带到人 那他把这个东西 带到人的生命 为什么呢 因为借着人的生命呢 来抵挡神 要抵挡神 所以一切 这个圣洁的上帝 所定出的原则 定出的圣洁 他是完全要相反做的 不管是叫人 杀人放火 还是叫人 有一些想法 这个世界没有上帝 你 survival of the fetus 对不对 弱入墙时 就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要在这个地上要生存 你要怎样怎样 你要为自己奋斗 不需要管什么神 神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你为自己活 你们喜欢自由吗 你有人权吗 人需要自由 自由是最重要的 但是这个自由里面没有神 神定了一个男人 跟一个女人结婚 这个是最幸福的 错了 只要你自由 这是你的自由 你要怎样爱就怎样爱 两个男人爱也可以 两个女人爱也可以 这是自由的爱 各位了解吗 乌鬼就是 你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以你的人伦道德 不是以社会道德水准来衡量 乃是以上帝定的那个真理圣洁 敌对这个东西 不忘记这个标准 所以罪的另外一个名字叫 Mr.Mark Mr.Mark 你达不到那个神的目标 所以自己制造出 有一些的准则 道德的方法 道德论 自己的学问 以这个为中心来活 这个就是罪了 所以他的名字叫 乌鬼 专门凡神的圣洁 这个意思 这是第一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 各位 这个乌鬼呢 又讲另外一个东西 各位再看那个经文 再看那个经文 然后这个经文呢 乌鬼离了人身 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 所以你看 人身对不对 然后呢 寻找安歇之处 寻不着便说 我要回到所来的屋里去 那个屋里是谁 是哪里 又是人身 对不对 人的身体 这里有没有说 我要 这个乌鬼说 我现在要跑到猪的身体去 狗的身体 没有 还是喜欢人的身体 所以鬼的另外一个特征呢 鬼的另外一个特征是 他喜欢人的生命 他是一定要住在人的生命 他要操纵的是人的生命 他要用人的生命来抵挡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你说为什么呢 各位 这里说 无水之地走来走去 所以鬼可能有一些某些的因素出来了 担心鬼 惧怕鬼 痛恨鬼 贪心鬼 淫乱鬼出来了 在无水 什么叫无水 水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是恩典的意思 恩典 各位 鬼在神的眼中 在灵界里面 他已经受审判了 上帝为他定的是永远的地狱了 虽然他最后永远要去的地方是地狱 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受审判 不能蒙赦免 不能蒙饶恕的 他们是被审判的灵来的 被审判的堕落的天使 圣经是这样讲 所以没有恩典 在没有水的地方 他们撑不住 他们是不喜欢这样被审判的光景 但是他们喜欢的是人的生命 因为人的生命是还有恩典 因为神为人预备了救恩 神是给人机会悔改 领受这个救恩 所以呢 鬼是喜欢进去人的生命 在那个游水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要做工 要破坏人的生命 各位理解吗 所以他是特别的特别 在人的生命里面 也有操纵力 掌控力 然后在这个地方 他自由的要活动 这就是鬼的工作了 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 真的明白 什么是罪 从鬼的这个事情上 什么是罪 然后什么是他在人的生命里面 喜欢居住 喜欢透过人的生命来做工 就是这个了 然后第三是什么东西 这里又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第三个东西就是说 他到了 看见里面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哇 他很开心了 对不对 他很开心 他就看的时候 修饰干净了 我以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一直在这个地方就卡住了 我就不明白 我说他是乌鬼吧 肮脏的鬼嘛 对不对 各位肮脏的人 一定喜欢肮脏的环境 对不对 如果猪的性情是肮脏的 对不对 猪是喜欢什么 猪 猪你给他清水 他不喜欢啊 他喜欢泥潭 他喜欢在泥潭里面 觉得很开心 猪是这样 人也是这样 但是圣经讲 鬼的时候不是这样 圣经讲鬼的时候是相反 鬼是 自己是肮脏的不得了 但是他喜欢干净的地方 他喜欢干净 各位了解这句话吗 换句话 为什么他是这样啊 因为这个肮脏的灵 他是在干净的环境里面 他能够被隐藏起来 他能够被隐藏起来 然后他很能够自由的 自由的玷污 自由的做工 很尽情的弄张 他所居住的地方 也透过他居住的那个地方 来弄张别的地方 弄张别的生命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他是跟人跟猪不一样的 各位这个叫多弱的天使 各位 所以这些观念是 只有主耶稣如果他没有讲的话 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为这个按着人性 这样是对的 按着人性那样是错的 你的人性是从哪里来 你是从孔子来的 从你的父母教导你的 还是从某一些的 有些宗教观念 对错观念 道德观念得着的 但是现在 上帝讲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 讲到鬼的中心的时候 他是喜欢很干净 修饰好的地方 然后进去 很隐藏的 然后更尽情猛烈 自由的 就是做工弄张 这就是鬼的特征 然后这里 所以呢 如果这个人的生命里面 没有一个比这个鬼 更有权柄的 更有能力的位格在里面的话 他是能够进来的 他是能够怎样进来 不是单单他一个进来了 现在下面怎么说 他另带七个比他更恶的鬼 换句话说 鬼也有层次 对不对 比他可能更有聪明的 比他更有创意的 然后呢 比他更邪恶的犯罪的 的那种 另外别的那个鬼的位格 然后跟他一起进去 那个人的身上 然后在里面做破坏的工作 所以那个人 末后的情况 比先前更糟 那什么叫七个鬼进去 那当这个七个鬼 进到一个人的身上 那时候呢 用两方面可以解释 用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 当七个鬼进来的时候 这个等于 你会看见 那个人 他有更恶劣的暴行会出现 更恶劣 更加恶劣 被真性的暴行 所以我刚才说 你讨厌人 变成痛恨人 变成骂人 变成杀人 所以这个叫七个鬼 七个 如果他没有办法解决 没有一个更有能力的 在他里面的话 他会最终到这个结果去 你贪心 然后开始占人便宜 然后慢慢慢慢就偷 然后慢慢就抢 这个叫七个鬼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的 这个是比较直接 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但是我再跟各位讲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七个鬼进来 另外一个七个鬼进来 这个比较难理解 你们好好听 另外一个七个鬼进来的就是 这个鬼呢 在里面隐藏着 然后透过这个人 这个人外面是很有礼貌 很有道德 人伦 很有学问 用这个生命呢 来造成有一些 使更多人犯罪 使更多人离开神 使更多人觉得不需要神 的那个工作来的 各位听得懂吗 听得懂这个部分吗 好像 好像鬼在一个人的身上 有些人是 早上过着很礼貌的生活 但是晚上是过着禽兽的生活 晚上是 很多的奸淫 晚上是 在这个网站里面 互联网 internet里面 犯很多的罪 晚上是这个东西 但是早上是 很礼貌的人 各位理解吗 这个世界 我们讲这个世界合一 宗教合一 人本为中心 人的自由 有讲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 有一些观念 有一些的教导 思想 来告诉人 什么是重要的 这个地上 我们要怎么 生活要安逸 经济要复苏 我们能够 股票能够起 我们多赚钱 很多很多这样的 这样的文化 都是为了人好 但是呢 在这个当中呢 很多的人 不需要上帝了 很多的人就管 这个今生的事了 很多人觉得 这个今生里面 能够安书 安逸 有钱 然后养儿育女 然后有足够 这个是最重要的 甚至教会里面 有神的人 也把神当作一个观念 就把他当作一个观念 只有向他求 有一些祝福 你给我 给我 这样就好了 什么都不管 但是整个的关注 观念 信念 围着自己 围着今生 围着自己的孩子 但是没有神 没有关系 所以再讲寻乐 我们把这个叫做 一个寻乐的世界 Hindernistic world 这个世界呢 只要你喜欢的 就是对的 只要你喜欢的 你是喜欢这样做的 慢慢从不对 变成对的 各位了解吗 这个就是比较 一个鬼 七个鬼 透过一个人的生命 隐藏起来 他很有学问 很有知识 好像Darwin 有一天 他说这个世界 这个人是 猴子变来的 进化论来的 有一天呢 全世界的课本 都相信这个东西了 从那时候起呢 哪里有神 神是一个观念了 但是他对人类很有贡献 他很有贡献 很聪明 很好的科学理论 每一个人 都相信他 因为他是这么有贡献的人 所以他讲的话 一定是全对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现在讲的是 有很多的宗教 虽然叫人做好 没有一个宗教 是叫人做坏的 都好 但是得救的路是什么 真的做好就能得救吗 所以这个宗教里面 都是会讲好的事的 各位了解吗 所以因为看到这么有人性 humanity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神没有关系 有人性就好 这个就是神 只要有人性就是神 哪有这回事啊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烦了有一些圣经的原则 悄悄的烦 不知不觉的烦 然后有一天正常化 合法化 就是这样 这个叫七个鬼 隐藏起来 修饰好了 然后这样做 各位理解吗 但是最后 人没有发现 最后的最后有审判 最后最后 如果人的罪没有得赦免的话 都要面对永远的刑罚 各位有四个工作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鬼的工作里面 各位 人是无助的 人没有办法 靠自己的聪明意志 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人自己知道自己有罪 这个地上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 灾难 饥荒 很多的意外 其实你们追根究底的话 都是人的罪来的 但是人都知道有罪 但是他没有办法制服罪 但是人呢 这个一个罪来 他要制服的时候 他犯更多的罪 他要隐藏一个罪的时候 下面犯更多的罪 就这样 然后人 有一些人是因罪受害了 我受亏损了 我要追讨 人家伤了我 害了我 我要追讨赔偿 所以他追讨赔偿的时候 又犯更多的罪 带来更多的罪 所以就是领导了 所以我在这个天津大爆炸的事情 我学到一样东西 当这个爆炸一来的时候 其实一百多个人死呢 是八个消防车的人死 国家没有报导 在那个地方 人民死了多少 为什么不报导 我不知道 因为很多的因素 所以呢 很多的人 不知道那个真相 心里不能释怀 所以人不能释怀的时候呢 痛恨就来 苦毒就来 冤屈就来 那个冤屈痛苦来的时候呢 人要发泄 这也是罪的 然后他发泄的时候 人把在网站全部的新闻就放上去 一定是跟这个政治有关 跟这个前任主席有关系 就放很多很多 这个中国微信里面 微博里面 一放的时候 百传千 千传万 对不对 就这样的就 单单一个小时里面 中国都会知道的 那国家是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还怕 所以马上也用那个方法 强势的 就是阻挡这些 然后抓 有一些人 就是这样乱发新闻的人 各位这就是现在 我们政府最怕的东西 对不对 但我知道现在选举要来 我现在不是讲政治的东西 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我现在不是讲 谁对谁错的东西 我现在要讲的是 人根本没有办法 解决罪的问题 如果你要解决它 你要制服它 你要阴藏它 你会犯更多的罪了 这是我今天 主给我的话 所以 主自己主动 把他的方法赐给我们 主把他的方法赐给我们 把唯一的道路赐给我们 就是接着那个无罪的 来还清那个有罪的 各位都知道了 他就是 我们主耶稣基督了 他就是上帝自己 道成肉身 成为人的样式 各位弟兄姐妹 他成为人的样式 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 还清世人的罪的事情 各位有想过吗 这个全世界的人 做很多的事情 来要解决一个罪 就是亚当夏娃犯了罪 然后这个罪继续繁殖 每一个人一直要隐藏 要制服的时候 犯更多的罪 所以全世界的人 都在做很多的事情 科学也好 医学也好 心理学也好 社会学也好 都在想办法 用各种的方法 来要解决罪 但是只有主耶稣基督 他做一样的事情 来解决所有的罪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这句话太重要了 全世界的人 用各种的方法 要解决罪 反而犯更多的罪 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罪 就是要有人还 就是要有人牺牲 而且那个牺牲的是谁 那个牺牲的不能是有罪的人 有罪的人只能为自己死 他要为自己今生想过的 做过的 不圣洁的 抵挡神的 要为那个东西还 他只能为自己死 所以他的地方是地狱了 他死就是地狱了 他不能为他爱的孩子 他的妻子 他的丈夫是没有办法 对不对 没有办法 这是灵界的法律 只有那个无罪的 他试在十架上的时候 他就还清那个罪的时候 他的那个一个善行 他的那个宝血 能够洗净 换取所有有罪的灵魂 我按过来 各位知道 所以圣经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神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 唯有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为什么只有信他呢 各位有没有问过 为什么只有信他 因为没有其他的方法 因为没有其他的方法 有什么方法 各位可以想到吗 我跟各位说 人的宗教是什么 人都是在他的惧怕里面 良心污秽了 所以很怕 我已经犯了罪 我要怎么解决这个罪呢 他自己想出来的 只要我行善 我行善的话 我能够还这个错 我就做好事 我感觉不错 你是感觉不错 但是谁说你的罪 已经偿还了 没有人说 你可以这样还罪的 没有人说 这是人自己的良心受谴责 感觉到极其的痛苦 不舒服的时候 他自己领悟出的一个方法而已 但是跟上帝定的 祝福跟咒诅 天国跟地狱的律 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只要一个罪 那个罪就是永远 所以你要为永远的罪要偿还 大罪 小罪都一样 你像社会犯的罪 像人犯的罪 都一样 所以人自己惧怕里面 他领悟出的方法 但是主说 不是那个方法 你那个方法反而欺骗你们 你那个方法反而叫人陷入更多的罪 谁主自己本身 他说只有那个无罪的 能够偿完 所以圣经今天说 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上帝为我们死 上帝的大爱就再次鲜明了 然后罪的公价 不管你自己行多少善 那个只要犯过罪的 罪的公价就是死 没有的 讨价还价 但是只有神的恩赐 在耶稣基督里 却是永生 神赐给你们 所以唯有借着信他的 才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我们五位 听到这边的时候 各位阿们吗 阿们了 可以受洗了 可以受洗了 只有这个东西通过 唯有借着他了 我把这个东西全部解释了 那现在 最后我要讲的 那现在最后 我们最洗净了 在基督里面 那已经很舒服了 但是各位一定要明白 最洗净 跟这个桌子擦干净 是不一样的事情 最洗净 同时要发生的事是什么 就是人的主权 要交给这位 洗净他的罪的上帝 这是同时要发生的 所以不但是洗净的事情 乃是主权性 sovereignty的事情 sovereignty 这个上帝 他洗净你的罪 他是要进来成为主人的 也绝对需要成为主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 罪现在 罪的势力仍然存在 鬼的工作仍然存在 所以如果 今天我们只有经过一个 受洗礼 好像洗礼了 这个洗礼是乙事嘛 这是一个装饰 对不对 所以其实洗礼是外面的 真正的是你们里面 已经信了这位主 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 愿意一生寻求他来活 更重要的是这个了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外面洗了 我已经洗了 我就是基督徒了 然后我现在能过自己的生活了 反而你会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这边说的 里面已经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拿七个 比他更恶的鬼进来 对不对 所以那个人过后 反而是他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面 就成为礼拜堂徒 糊里糊涂 然后基督徒只有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其实最后他会更糟糕的 他会犯更多的罪 他会陷入更糟糕的光景 他会被更加的被捆绑 他是对神的话越来越麻木 没有感觉 这就是教会的危险 教会现在就受到这个恶者的攻击的危险 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会有人跌倒犯罪 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把洗净当作一个观念 洗净的结果是你的生命的主权已经交给主了 不是你活着 乃是主在你里面活着 虽然你还会软弱 但是你寻求他 寻求圣灵 主啊你在我里面天天指教我 按照你的真理而活 各位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最后一句话 你们在这个经文 下一个经文看一下 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 他们不明白 什么叫让神在他里面做主 让神在他里面做主的意思 就是从现在开始 主的真理在你们里面做主 主的真理是你们生活的绝对的准则 按着真理心 随从真理 要真理认定这个真理是绝对的事实 从此以后随从真理 行出真理 如果你的心态不是要这样做 你没有办法被保护的 因为鬼的力量还是 鬼就好像黑暗 真理就好像光 如果真理在你的心中的话 黑暗是不能存在的 是一定需要真理的 所以当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 为什么这么多有问题的教会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丑闻 为什么有这么多犯罪的事情 其实比各位没有听到的 其实听到的 比你们听到的还有更多更多很丑陋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发生 为什么 因为来教会就靠感觉 感觉 感觉好 来教会里面就看神迹 看了一个神迹 很开心 或者有些人看一个牧师 这个牧师真的很好 很帅 我很仰慕他 只有这个东西而已 但是没有一件神 所以今天的经文 各位会看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是行了神迹 赶了鬼 然后之后 他就说出这个很伟大 很奥妙的 属灵的奥秘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个女人 太兴奋了 大声喊着 哇 生你的那个妈妈 真如福了 喂养你的妈妈 真如福了 这个是什么 各位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人 听了真理之后 不是遇见神 但是他是 转去人的眼光 哎呀 你这么聪明 这么伟大 这么有恩赐 一定是教好你的这个父母 这很棒的人 然后看到一个罪 或者就是另外一个 看到这个罪人 什么都糟糕 一定是你父母 没有把你教好 只有就看人的层面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人都是 好像 他听了真理之后 我们只有看人的层面的东西 其实这个都是错的 所以主耶稣这边说什么 主耶稣说 你这样讲吗 是 但是我告诉你 别生我的 更有福的是什么 今天你们听到神的道 你们遵守的 你们遵守这个真理的 因为这个真理就是上帝 上帝把这样的真理之光 这个真理的原则 事实的原则 告诉你们的时候 是保护你们的 这个就是光来的 如果听到 而遵守的 感谢主 你们比我的父母更有福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人 是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 人你不要说 你好是因为你父母教你好 你的环境 你的老师教你好 这是恩典 你不好 你不好 也不是你旁边的人不好 对不对 你不好是因为 你 失去了恩典 你轻看了 藐视了恩典 上帝的恩典 临到你的时候 你拒绝轻看 然后你要得 自己要得的东西 所以你自己在主的面前负责 所以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听了真理之后 有些人是要悔改 放下自己的主权 来到神的面前 有些的人 是要更新 某方面 对不对 有些人听到了真理之后 自己知道 自己已经做出了 有一些后果要承担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 都要面对这个真理 当真理讲了之后 主说什么 还不如听神的道 而遵守的人 是有福的 盼望 主在你们当中 有这样的掌权 只有真理在你的心中 你是要随从真理的人 你会发现 在末后的时代 临近的时候 你会受到保护 当这个私欲 试探 充满这个地球村的时候 你放心 七个鬼 仍然不能占据你的生命 因为你里面有光 你里面有圣洁的灵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 主你用你的道 来浇灌我们 主让我们看见 主的荣耀 也借着你的真理 赤透我们的心 主今天 你告诉我们的 我们是全然无助的 主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 谦卑下来 主我们太骄傲了 我们相信自己的聪明 功德 相信自己的意志 其实这一切 在这个世界 越来越堕落的时候 我们都发现 我们是愚昧的 没有一个人 能够靠自己 站立的住 只有主的福音临到 当主的福音临到我们 我们把生命的主权 交给你 然后把你的真理 你的道放在心中 主只有这个道路 不然没有一个人 能站立的住 今天主啊 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使我们能够 走在 有真理的道路 让主的真理 在我们的心中 成为光 当这个世界 越来越黑暗的时候 让我们的光 能够照在人前 以至人 借着我们的生命 甚至我们的行为 会看得见 天上的福 把荣耀归给他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